邓丽君的歌唱宇宙就从宇宙唱片的邓丽君开始 1968年的年底 宇宙唱片给了15岁的邓丽君一个很特别的唱片企划 发行了一张结合耶诞节与贺岁的主题专辑 邓丽君制歌第十集 圣诞快乐 敬贺欣喜 虽然是贺岁与耶诞的特别专辑 从曲风来看 选曲也很巧妙的呼应了上一张邓丽君之歌第九集的选曲方式 唱片分为AB面 A面唱世界歌曲 选的全部都是耶诞节相关的歌曲 B面唱民谣小调 也穿插有台湾的本土旋律 那个年代耶诞节还没有高度的商业化 除了过去中文流行歌里一些耶诞的相关歌曲 也有一些是新的中文填词歌曲 填词的部分是由这一张的专辑专任的作词家李德安负责 李德安这位作词家又听过一首大受欢迎的名曲 就是邓丽君后来也唱过的《几时再回头》 除了李德安这张邓丽君专辑的工作人员阵容 还有另外一位新成员是指挥王一望 从这张专辑开始 原本负责编曲与指挥的刘青池 只负责编曲 也就是套谱编写的部分 录音时的演奏指挥就由王一望负责 王一望这个名字 在一些谈到6070年代热门乐团发展的资料中 也常常会看到 他是当时很知名的爵士鼓手 有鼓王的称号 670年代的乐团乐手 许多是固定在饭店夜总会 甚至美军俱乐部工作 有丰富的表演经验 乐手们对于专辑中这样 圣诞party歌曲的气氛掌握 显得得心应手 特别是专辑的一开始的主曲 在欢乐的乐生中 邓丽君先念了一段给歌迷的新年贺词 然后接着圣诞铃声与圣诞老人笑哈哈一气呵成 节庆风味十足 专辑中还有一首新生王 宗教的风味比较浓厚 这是比较特别的选曲 贺年歌的部分 每一首都是每年一到春节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其中有一首是台湾作曲家周兰平的小拜年 是本专辑的台湾旋律代表 从这张特别的专辑 也可以看到宇宙唱片对于邓丽君的唱片规划 巧思百出 也相当用心 这一张也是邓丽君所有的专辑中 唯一一张具有这样特别主题性的专辑 相当珍贵 们将其他人的专辑也看见 也认为邓车干凌 13号